大家好,我是喜哥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 万历喜欢王媳姐还是郑贵妃 得不到皇帝宠爱的王媳姐 却稳坐42年皇后 作为一代皇后 名神宗原配夫人王氏 在历史上的名气不大 以至于现存史籍中 很难找到她的名字 在名史后《非传》中 只用了寥寥术语 就概括了她的一生 在预邀历史名人录里 才得知她的名字叫做王媳姐 然而正是这个不起眼的女人 其母仪天下的时间 却超过了历朝历代所有皇 后,王媳姐生于京师祖籍 这项余瑶永年博王伟之女 明万历六年,1578年 二月被册封为皇后 尽管她容貌娇美,性情端紧 但因为不善迎合神宗 加上她身体多病 所以在生下皇长女后 一直对皇帝冷落 尤其是郑贵妃极其得宠 其皇后地位更是岌岌可危 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 王媳姐能够稳居中共42年之久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奇迹 面对现实保持冷静 不争斗是王媳姐 以若胜强的人生宝典 郑贵妃虽然入宫稍晚 却得到了神宗的百般宠爱 俨然后宫之主 身为皇后 王媳姐的待遇 去远不如郑贵妃 郑贵妃争宠王媳姐自知敌 不过就有意采取 不与之争宠的策略 一方面反映出了 她对事物的超然态度 另一方面也显示 自己作为皇后的宽大气度 此外王媳姐还特别尊尝 挨诱离太后多年守广 生活冷清 王媳姐总是给予 无微不至的侍奉和照顾 三十多年如一日 从而得到了 李太后的极力保护 皇长子朱长落 被立为太子后 因为受到郑贵妃的多次陷害 灾难接踵而至 王媳姐总是设法营救 使朱长落多次幸免遇难 这些与郑贵妃 美美相反的做法 让她赢得了 宫内宫外的普遍赞颂 正为中宫者42年 以此笑称 这是王媳姐一生的真实写照 万历48年1620年4月 王媳姐病逝十号孝端太子朱长落即位后 上尊是为孝端针克装会人民 替天玉圣贤皇后 同年十月与神宗和藏鱼定灵 能够在皇后宝座上为人不倒 其实王媳姐才是那场持续了 四十年的情场争斗的最终胜利者 感谢您收看启歌说历史频道 欢迎将您的想法在评论区留言给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